大家好,欢迎来到信息一张,我是Coco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女性乳头的秘密 相对于乳房,人们对阴道、子宫等器官的研究更多 但其实乳房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它不仅是哺乳器官,也是女性的一个敏感区 可以说是女人身上最美的一个部分之一 那么乳房有哪些秘密呢? 第一点是,每一个女性的乳头形状、大小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和乳房一样,没有两个人的乳头是完全相同的 有些女性的乳头是比较大,颜色深 有些女性的乳头比较小,颜色比较浅红 无论外观属于哪一种类型 只要不属于病态,都应该坦然接受 第二点是,乳头立起来不一定是性兴奋 女性性兴奋时,乳头一般是会硬起来的 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如果外界温度低,女性感觉冷 或者身上穿的衣服摩擦了乳头 也可能使乳头凸起 夫妻双方应该了解这个情况 不要让其影响一个性生活 第三点是,乳头上不止只有一个孔 通常情况下,女性直到分娩之后 给宝宝俘乳时才发现 自己的乳头原来不止只有一个孔 事实上,每一个女性的乳头上 都有15到20个小孔 像个小喷泉一样 所以积来的时候才会乳之四件 第四点是,乳头有毛发 是很正常的 女性的乳孕区域长出一些清细的绒毛 一般属于一个正常现象 并不说明你的乳头有问题 如果你不喜欢这些毛毛的话 可以进行纳膜脱毛 第五点是,乳头的敏感 因人而异 对于有些女性来说 爱人,爱抚她的乳头是一件舒适 愉悦的事情 特别是在性爱过程中 但有些女性的乳头会敏感 导致体验不是很好 所以,她们宁愿男性爱抚她别的一个部位 第六点是,在有些地方 女性给自己的乳头 绘上一个图案 以此来吸引丈夫 有些女性觉得自己的乳头颜色不够深 会 会其涂上深颜色来 企业丈夫 不过,大多数的女性都是希望 自己的乳头保持粉红色 第七点是,乳头凹陷是常见症状 大约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 女性是有乳头凹陷的情况 换人乳头凹陷不必难以其次 但服辱时可能会带来一些小麻烦 有些胸罩专门用于纠正乳头凹陷 可以将乳头轻轻的拽起来 以便女性服辱 女性平时也可以用拇指和食指 在乳运处油捏 必要时可以采取手术的纠正 你还知道哪一些乳房的秘密呢 欢迎给我们留言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